2004年雅典 这是杨威运动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光 在那届奥运会上 中国体操男队遭遇惨败 男团仅排名第五 而被寄予厚望的杨威 也在个人权能中出现失误 最后一轮单杠掉下了器械 只排在第七名 雅典奥运会的意外失利 让杨威一度想要退役 杨威16岁进入国家队 1998年第一次战上亚运赛场 就收获了团体冠军和个人权能亚军 两年后的悉尼奥运会 杨威帮助中国队拿下了第一枚奥运男团金牌 还有一枚个人权能的奥运银牌 2002年釜山亚运会 他让自己的个人权能奖牌 首次变为了金色 但在此之后 杨威的职业生涯陷入低谷 03年世锦赛全能屈居亚军 04年兵败雅典 05年全运会失误 再度无援全能金牌 但最终他撑了过来 在2006年迎来了全面爆发 在2006年奥胡斯世锦赛上 杨威率领男队一扫阴霾 夺得团体金牌的同时 个人权能也摘得桂冠 这是他首次夺得个人权能的世界冠军 年底的多哈亚运会 杨威延续了自己出色的状态 个人第三次拿到亚运会男团冠军 未免个人权能 还收获了双杠和吊环的金牌 成为1986年的李宁之后 又一位达成单届四金的 中国体操男选手 杨威一共参加了三届亚运会 摘得八枚金牌 和李宁并列成为亚运会上 收获金牌最多的体操运动员 而多哈的成功也激励着杨威 最终他在北京成功圆梦 摘得男子个人权能的奥运冠军